马吉拉尊的黑愤怒母 他显化出来的黑色的愤怒母 那就是断法 断法 什么叫做断法呢 把世间的一切的贪嗔之遗漫 全部给他断掉 断掉呢 财色明实税也全部给他断掉 断掉贪嗔之遗漫 断掉财色明实税 什么都断掉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了空境 我今天给这个 好像是说我们的大义雷杖度母庙 大义雷杖度母士 我今天写的记 最后一个字是空 度母其实也是要 教我们修持成就 当你把什么都断掉的时候 然后进入空境 才是出世间法 才能够出世间 今天我们不是背离了世间法 而是世间法也要修 出世间法也要修 在世间成就了不失的事业 在出世间 你成就了佛性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口诀 我们进入世间 就是做布施的工作 做慈善 做布施 做救度众生 法施 财施 无畏施 都是属于 慈世的菩萨 在世间上的菩萨 我们出了世间 当你学了断法 马吉拉尊的断法 你就出了世间 出了世间 进入了空境 你就是极灭 进入了极灭以后 你就得到修行真正的成就 就成了佛了 在人间 作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到了初世间 你成了救度众生的佛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断了你的财色明十岁 这几个欲望 全部断掉 贪嗔之宜漫 全部断掉 这个就是马吉拉尊的断法 能摧坏肚母 能够成就 入世间 也能够成就 出世间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要能够在世间 做布施的工作 也能够自己成就 自己成就自己的极尽的佛性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光宁 所以我强调一点 我们今天 在这个沙佛世界 师尊说的法 是世间的法 也是出世间的法 两个必须要严隆 我马上你背面好吗